美國體育雜誌運動畫刊 五月八號正要刊出年度泳裝特輯 這次推出的是前所未見的穆斯林 泳裝布基尼 而挑大樑的模特兒 是在肯亞難民營出身 曾經參加過美國 明尼蘇達州小姐選美比賽的加莉 哈利馬艾登 今年二十一歲的哈利馬艾登 是運動畫刊年度泳裝特輯的模特兒 她穿的不是清涼的比基尼 而是穆斯林泳裝布基尼 戴頭巾 穿著布基尼的穆斯林模特兒 艾登是索馬利亞裔美籍模特兒 但她其實出生於非洲肯亞難民營 七歲時移居美國 艾登成年後進居模特兒界 二零一七年站上國際時裝舞台之前 曾於二零一六年參加美國明尼蘇達州小姐選美 成為史上第一位穿著膝甲布參選的加莉 而且進入最後四強 運動畫刊每年夏季都會推出 受到矚目的泳裝特輯 今年推出史上第一次的布基尼畫刊 布基尼是穆斯林女性的全身泳裝 只有露出臉部及手腳 二零一六年法國基於政教分離 女性平權等理由 數十個沿海城市禁止女性穿布基尼 引起國際爭議 後來最高行政法院宣布暫停實施 記者黃雲林報導 長嶼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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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